刘培元的英文教室实用绘画篇第18集 如果我们想要讲 他到公司 当然也不一定公司啦 他到某一个单位 他到公司的药剂室 拿了一些药 那怎么讲 我家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 我家坐东朝西 坐南朝北 坐北朝南等等 我家坐南朝北 怎么讲 许多司机开车是喜欢乱按老吧 这个常常常常常需要用到 应该不难吧 我们公司电脑被骇客害了 当然中国大陆讲黑客 被黑了 被害了 我妹妹获得一面 同操 体操 同牌 或者金牌怎么讲 银牌怎么讲 这五个 一般也也都用得到 我们看 他到公司的药剂室 拿了一些药 he went to the company dispensary for some medicine 公司的 dispensary 药剂室 dispensary 他本来是那个分发啦 配送啦 分发一些东西 那后来就 把他用成那个药剂室 就是可以里面去拿药啦 他分发药 dispensary 在公司啊 或者船上 这些 很多地方 他有一个药剂室 他是一个团体 一个单位 for some medicine 那你可以不是说 for some drug 那我们一般就是 drug就是 单独的啦 一剂一剂的药 那medicine就是 经过配过的 用不到药剂室 拿一些药 可能就经过一些医生 药剂室啊 配过一些药 所以我们一般讲 拿药 是讲medicine 而不讲讲drug 何况呢 drug除了药以外 它是一剂一剂的 一味一味的药以外 它也是毒品 所以medicine 就不可能有毒品的意思 所以我们一般用 he went to the company dispensary for some medicine 那我家坐南朝北 当然讲法有很多种 那我们也不可能说 每一个中文意思 我们造个五个八个句子 那类似 我写的也很累 大家看了也很累 所以我们就只是做个示范 做个例句而已 那如果你有 你本来的讲法也对 或者你有什么更好想法 都没关系 这边只是参考的例句 my house is a northern exposure exposure是曝光 曝露 那后来变成呢 就是往北方曝露 就是朝向北方的意思 所以我们一般讲房子 朝向哪里 那朝向哪里是指大门呢 大门朝向哪里 那这个 中国人比较重视这个 做什么朝什么 那但是又不一定了 每个地方不一样 那北方就是 坐北朝南 南方坐南朝北 为什么呢 它的典故在哪里 就是以前皇帝 比如说皇帝在南京 南京北京 比如说皇帝在北平 以前叫北平 现在叫北京 那古代也没有北平 北京 古代叫紫禁城 就是那个帝都 首都等等 比如说皇帝在北京 那你在他北的地方 就坐北朝南 要对着皇帝 对着皇宫 因为东北嘛 东北在北京的 北平的北方 所以他坐北朝南 那南方呢 北京以南就坐南朝北 反正 或者东方的 就是坐西朝东 西方坐西朝东 反正就是 表示尊敬 尊敬皇帝 但一般小老百姓 可能无所谓了 就说你一般的 有钱人啊 大官 表示尊重 不然皇帝说 听说你家 这个大门 没有朝向我啊 什么意思啊 不喜欢我啊 想要背地里 做什么坏事啊 抄家灭族 把你罢官 我整理一下 那些有些人 有些官呢 就是喜欢搞人家 包括皇帝 某一个大官 退休以后 他家居然 没有朝向皇宫 那表示他这个人 有二心 所以他这来源是这样子 就是 朝什么 朝着皇宫 所以南方就朝北 北方就朝南 这个意思啊 这exposure 就是方位 我们一般讲方位啊 朝着北方的方位 那许多司机 开车的时候呢 喜欢乱按喇叭 Many drivers 当然我们也可以叫 car drivers 都可以啊 light 因为那个复数嘛 所以这边用单数 如果是a driver 就likes 但是一般我们造句都是用过去式的 但是 因为我们一般过去式就表示已经过去了 可是如果他表示是一个 一直到现在 一个普遍的情况 我们就用现在式 是这样子 light light to honk hunk就按喇叭 hunk 那他一只多一了 他除了按喇叭 也可以焰 那个天上飞的那个焰 不是小的焰子 大的焰子 大的焰子 像那个大陆哥 红焰 那种蒙古啊 北方那个焰子 大的焰子 古代神社的时候 哎呦 我要射第三只焰子 水浮在里面 要射第三只焰子的头 哇 一射 小李广花容 就射到 就按喇叭 也是按喇叭的意思 动词 按他们的喇叭 按喇叭是hunk 喇叭是horn horn又是牛角啊 所以这个英文字 都会变来变去 喜欢按喇叭 habitually 就是习惯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 只是例句 那你可以用 那个 五个人 五个人可能有五个讲法 都没关系 只要都对都可以 habitually 就是习惯性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一个 habitually 习惯 那我们公司的电脑 被害了 或者大陆讲被黑了 hackers 就是骇客 或者黑客 因为它复数嘛 所以我们就have broken into 就是介入 就是插入 介入 就是骇入 等等 就是比较是非法的进入 破坏性的进入 into our company's computers 当然一般它 应该说它进入中央系统 它不会直接进入每一个电脑 它进入中央系统 一般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也顺便 因为电脑太常用了 那这些都很简单了 那我们就顺便复习一下了 就是 这些大部分大家都会讲 那我们只在列出来 那电脑就computer 大家都会 那可是桌电笔电呢 桌电就是 desk tab computer 放在桌子上的 那笔电嘛 通常放在桌子上 当然有的人放在桌子的下面 那没关系 一开始就是放在桌上电脑 我们一般叫桌上型电脑 笔电呢 laptop 可是笔电呢 当然我们这边也加一个 就notebook 都可以 那为什么叫laptop 一般习惯性口语上叫laptop 那叫notebook也可以 膝盖 lap 膝盖 tab上面 放在膝盖上面 因为笔电嘛 有时候你在外面 你不一定 不一定有椅子啊 你就 不是 还是有椅子啦 就是说他没有桌子 就是说 你就坐着有一张椅子 然后呢 你笔电就 放在膝盖上 应该说大腿上 lap 就大腿了 lap是大腿 不是膝盖 膝盖是腻 就是放在大腿上面呢 的电脑 所以他说 大腿上的东西 就是笔电 或者notebook notebook是比较正式一点 都可以 那平板电脑呢 tablet 它也是药片 药片的意思 tablet 然后滑鼠是mouth 因为像那个 像老鼠 那可是有时候 大家看那个英文里面 老鼠呢 有mouth 也有rat 那你说奇怪 脑外为什么那么笨呢 老鼠就用一个 为什么又有mouth 又有rat 所以 每一个不只是英文字 中文字 它那个字啊 同意字 或者 或者是意思接近的 静意字 相近的静意字 它一定有差别 那怎么说呢 mouth就比较小 那你看你家里 有时候 偶尔会看到 老鼠或餐厅 或者是 比较脏乱一点 就有吃的 也不能 不一定说脏乱 就是有吃的东西 小一点 体型小的 你看看不太清楚 好小 那是mouth 那又是大老鼠 我们说大老鼠 rat 另外还有田鼠 一大堆鼠 甚至有松鼠 那个差不多的 就是一大堆 小老鼠 就是mouth 当然你跟嘴巴 不要念 念不对 这个是死 那嘴巴是mouth 它死 跟这个死不一样 大老鼠就是rat 所以我们这样 可以区分 所以你以后看到 你家里有小老鼠 就mouth 那你讲错了 明明那个老鼠很大 你说mouth 不对 老外会笑 你说那个 有个很小老鼠 你说rat 老外说 你这个英文不到地 有线滑鼠 就wired mouth 就是有接线的 有接那个线的 那你说通电呢 这个线有通电呢 有的线没有通电 开关没开 用那个live L-I-V-E 活着 通电的电线 可是那个字 它又不念live 我说live 只是说 让大家知道 有L-I-V-E 活着 它又念live 它又当形容词 所以L-I-V-E 它碰到通电 或者炸弹 微爆弹 live 它那个字用live 所以我们说 那个现场实况转播 也是live 那就不能用 不能念成live 那无线滑鼠 wireless 没有线的 less 就是没有的 没有线的滑鼠 因为它不用red 因为它这个 一般的滑鼠不大嘛 不大 它用mouse 用red 比较吓人 键盘keyboard 主要的板子 键盘 屏幕screen screen也可以当动词 筛选 过滤 也可以当屏风 所以这个字很多 所以英文好的话 就是每次看到一个字 就会想一大堆 那英文基本普通的 一个字就想到一个意思 那老外 因为它是母语嘛 它早就融会贯通了嘛 那硬碟就hard drive 或者hard disk 硬的 drive disk 比较大家了解 hard drive 就驱动 硬的驱动 驱动以后 你就可以从里面 叫资料 那外界硬碟呢 就external hard disk 或者external hard drive 都可以 那主机板 motherboard 就是母版 像妈妈一样 它主机板 主嘛 那所以英文就是母亲嘛 和主要的板子 妈妈版 就主机板 叫motherboard 然后呢 我妹妹获得一面 体操的铜牌 蛮阳人 因为外国人是不分姐妹的 所以你说 我的sister 我是我的brother 那老外 他不太去管 他到底是哥哥 姐姐 弟弟妹妹 他不太管 他们认为那个不重要 或者你说 我是表啊 堂啊 堂兄弟 他们也不太管 反正不管你爸爸妈妈那边 我都不管 他们有这种观念 他说无所谓 反正我就知道是你 不是表姐就是堂姐吗 不是 不是姐姐就是妹妹吗 所以你一定要讲 你说younger 或者older 当然兄弟姐妹 全部加起来叫sibling sibling 这个字 就是一讲就是兄弟姐妹 但是也不一定全部 可能有哥哥有弟弟 有姐姐 但没有妹妹 sibling 就手足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手足 我们就用sibling 这个字 那通常加s 因为不止一个 my young sister 获得了 获得了 获取了一个browns browns medal 铜牌 browns就是铜的意思 金银铜铁席 in gymnastics 在体操 通常加s 那金牌是gold medal 银牌silver medal 铜牌是browns medal 这样很好 那另外一个有一个大牌子 成龙演过一个免死金牌 那大金牌 那外国人常用medallion medallion 那是另外一个字 那我们就很快把这五个句子 实用性的 绘画性的 这个生活用得到 我们再把它念一次 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不要说学习了 参考一下 他到公司的药剂市 拿了一些药 he went to the company dispensary for some medicine 我们就不用drag 我家坐南朝北 my house is a northern exposure 方位 面向哪里方位 许多司机开车时候 喜欢乱按喇叭 many drivers like to honk their horns habitually 就习惯性的 经常的 我们公司的电脑 被骇客害了 或者被黑客黑了 hackers have broken into your company's computers 我妹妹获得一面 体操铜牌 my young sister wonder browns medal in gymnastics 那我们就学了五个意思 那我现在有五个频道 大部分是英文有的常识 欢迎订阅 分享留言 这一集讲到这里